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震势 共军太平洋动向 早就露馅 德州民主党州长候选人 竞选暂停 初选结果五大看点 美国183区房价 可能下跌20% 大家好 首先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时间8月30日 星期二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 我是林欣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8月28日 《华尔街日报》对司法部公布删减过的宣誓书 发表评论文章表示 这份38页经过司法部编辑的 涂黑了接近20页的文件 可能包含一些未公开的重磅炸弹 而公布的内容只是谴责了川普处理这些文件不当 而迫自未提FBI提到的核威胁 也没有其他罪名被指出 难道只是这样就至于把川普被当成黑帮老大 这样来突袭 现在世界上所有人都想知道究竟真相是怎样的 国会领导层白人帮之一的众议员 马克特纳28日对这件事进行了分析 指出了多个疑点 他说 第一 没有山减的部分 也没有表明存在很急的国家安全威胁 更没有理由搜查川普的家 他说 司法部本来可以去法院 令法院发出全票 但相反 他们选择了特杂海湖庄园 第二 他指出 宣誓书引用了国家档案馆的人员 而不是情报界的人员 所以这些文件没有构成威胁 特纳说 这个更像是一个保际问题 而不是国家安全威胁的问题 他提出的第三个疑问是 国家情报局局长艾威尔·凯因斯 在给国会议员的一份说明中说 他不知道要进行特集检查 但他的部门正在开始评估 川普从白宫带走的文件 包括在一次特集检查中 FBI带走的 以及之前他自愿交出的档案 特纳说 这个意味着联邦调查局 在这里是独自行动 没有通知国家情报局 这个表明是非常非常可疑的 为什么会上升到 需要特集检查的程度 就非常可疑 特纳还说 因为国家情报局 在向国会作简报之前 必须审查这些文件 但国家情报局为什么没有参与 这个是一个迷 而弗州地方法院法官艾琳·坎龙 在一份简短的文件中表示 他准备任命一位特别检察官 来审查文件 并安排这个星期四就当地举行听证 坎龙表示 他的命令不是最终的决定 他还命令司法部提交一份更详细的收据 以显示在8月8日查获的财产 以及调查人员所审查的物品的最新情况 哈佛大学法学教授 德肇维持批评FBI说 基于党派考虑的选择性披露 当然是不可接受的 他还建议川普的法律团队 在寻求更多公开曝光宣誓书的同时 亦可以做得更积极主动一点 另外一位重量级官员 就是美国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 对这件事也在福克斯新闻上发表了看法 他说联邦调查局对川普的私人住宅特杂 是由一个对川普发动战争的机构策画的政治戏剧 而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也警告说 大多数共和党人包括我在内 认为当涉及到川普的时候 就没有任何法律可言 这一切都是为了捉住他 他说如果只是因为持有机密档案 就起诉川普 人们不会接受 那很可能街上会发生暴乱 今天川普已经呼吁联邦调查局中 勇敢而爱国的人民 要站出来反击腐败 要让美国再次伟大 8月28日美军在台海有两个动作 一个是美军飞机直接飞入了中共领空 另外一个是美军两艘军舰过境台湾海峡 令外界感到惊讶的是 美国频频踩了中共的红线 但是北京的反应却非常低调 战狼为什么没声出呢 多家媒体报道 28日先有共击8度进入台湾集摇 接着不明机型的美国军机 竟然直接闯入中共领空 但是中共空军只是喊话美军飞机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立即离开 另外美国第七艦队 在28日声明中证实 两艘导弹巡洋舰已经离行通过台湾海峡 而这个也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 美艦首次穿越台海 中共一直宣布台湾海峡是它的内海 这两艘美国巡洋舰通过台湾海峡之后 美国军方和白宫随后都有表态 白宫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若翰·阿比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两艘军舰穿过台湾海峡 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和非常一致的讯号 那就是美军将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航行 飞行和行动 美军海空猛踩中共的红线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 中共对美军依次穿越台海反应低调 中共军队东部战区仅表示 准备好挫败任何挑衅行为 就连中共喉舌《环球时报》都说 两艘巡洋舰的存在 没有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实际威胁 但是就在上个月7月份 美国班福特号驱逐艦 通过台海的时候 中共的表现是如何呢? 他痛批美国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并警告如果有任何损害中国领土完整 和主权的举动 中国必将作出回应 据CNN29日报道 新加坡拉野勒南国际研究学院研究员 科林·柯对中共的低调反应做了三点分析 他说美军依次给两艘而不是一艘船来执行这项任务 释放了一个更大的讯号 不单只是抗议北京频繁在台海的军演 也是对北京想要颠覆台湾法律地位航道 颠覆国际自由航行权的回应 他分析了三个原因 第一 北京可能正在提防国际反击的危险 因为任何限制美军通过的做法 都可能被视为威胁到其他国家船隻 自由通行的权利 第二 佩洛西访台之后 北京暂停和华盛顿的主要军事通讯渠道 这个增加了中美互动过程中误判的风险 第三 华盛顿和北京在其他领域进行了合作 中共不想因为台海风波 被那些合作领域施加压力 中国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先生说 中共对佩洛西访台高调抗议 并反复军演的举动 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做法 现在可以看出 中共的这种振洁效果一次比一次差 到了最后人们都习惯了之后 这种军演会变得几乎没有效果 什么原因呢 其实就是中共现在不敢真的开战 南述评论 中共这次没有高调地处理美国军舰 参与台湾海峡的事情 主要是中共面临召开二十大 面临权力的换代 和权力的延续等问题 这是中共的投号政治任务 这是中共不惜一切要保障的事情 但是台湾的安全和台湾海峡的和平 是整个印太地区 长期需要关注的焦点 国际社会 特别是西方世界 要想保证台湾长期的安全 和台海长期的和平 只有一个办法 这个也是一个最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一个办法 这就是让台湾重新回到联合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针对中共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 越来越频繁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 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军在8月28日 举行东方之团联合军演 对中共进行牵制 这个也是美军首次在日本境内 实施实弹射击训练 同时美国官员透露消息说 中共军舰在太平洋的动向 其实美军都知道 美日这场联合军演 共有大约2,100人参加 美日的电子战部队 也将首度进行联合反舰战斗训练 美军是进行了反装甲 标枪导弹实弹射击 而日本自卫队 亦实施01式轻型反坦克导弹的实弹射击 美日的陆上部队攜手合作 确认展开作战时的步骤 演习将会在9月9日结束 据日媒报道 依次军演的主题是 尼岛防卫 日本自卫队希望透过演习训练 展现地上作战的优势 来牵制中共 标枪导弹有着战车杀手的称号 是一种可以由步兵托在肩膊上射击的反装甲导弹 还可以自动追踪炸毁战车 在俄乌战争中 美国援助乌克兰不少标枪导弹 这个令乌克兰在战场上获得大战果 中共频繁进行台海军演 不断释放出耗斗绝绝逼人的信号 这个导致台海局势升级 美中在海上交锋的风险越来越大 但美国官员今天透露出一个关键消息 就是中共军舰做了什么 其实美军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海军宗将罗伊·基奇纳 近日在圣地亚哥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说 美国其实一直在监测中共军舰 他表示太平洋上的美军 可以从情报中知道中共军舰将要做什么 以及他们将会出现在哪里 然后美方就会确保在那个地方有部署 目的是直面中共军舰 或者看看他们在做什么 基奇纳补充说 海军收集了这些信息 继续观察 目的是确保美方有确作实力 又能够控制不会过渡 他还透露了一张机密幻灯片 其中有一首中共航空母舰的图片 不是辽宁号 就是山东号 都在美军杜威号驱逐舰的视野中 被近距来观察 基奇纳还说 美军大多数船隻都参与了所有这些行动 值得关注的是 海军以前也经常使用军舰 和其他情报收集来监测对方海军 但是很少会公开这类行动的信息 除此之外 国外军事专家分析 美中较量中共无法打 为什么呢 专家对中共军队的弱点进行了分析 美国退役陆军中将 查理斯胡柏就分析说 就算中共军队进行了重组 但是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政治实体 一支党的军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共党组织自身的影响 另外专家还观察到 中共军队是由一支嬌生惯养 以致薄弱的年轻独生子女大军组成的 再有中共军队中存在的一个致命缺陷 就是缺乏联合作战能力 也几乎没有实战经验 中共军队45年来零实战经验 目前唯一有实战经验的将军 是曾经参与过越战的中央军委 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 而他已经68岁 反观美军在过去20年 打过10场战争 其实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中共是认了那句话 就是纸上谈兵 中期选举越来越近 两党的初选中有很多精彩看点 但也有意外发生 德州民主党州长候选人 贝托·奥罗克8月28日发推文说 他的竞选活动暂停 原因是他因为细菌感染住院 奥罗克在8月28日取消了一些竞选活动 目前他正在挑战 竞选连任的德州州长 据本月初的一项联合文调显示 自5月以来 阿伯特以46%比39%的优势 领先于奥罗克 依次参选 到8月23日佛州和纽约州的初选结果 标志中期选举前的最后一场主要竞选 告一段落 接下来还有麻萨珠塞州 特拉华州 新汉布12州 罗德岛州和路易斯安那州 进行初选 不过现在全美选民的注意力 开始转到中期选举国会控制权上 8月27日 国会山总结 今年中期选举前的初选 有五个主要看点 一、川普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共和党领袖 大多数共和党选民 站在川普一边 虽然川普离开了白宫一年多 但是这次初选证明 川普改变了初选结果 到目前为止 川普支持的候选人 获胜比是197比17 获胜率高达92% 上星期 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他支持的26名候选人都获胜利 这样他所支持的候选人获胜率 就达到了98.4% 第二 民主党选民基本上站在较为温和的 或者有建制派支持的候选人一边 极了人士取得了一些关键胜利 第三 这次初选 有15名现任众议员 失去重申提名 是20多年来人数最多的一次 其中共和党人9名 民主党人有6名 第四 民主党人以墮胎权为新的立足点 想挽救在中期选举中的颓势 自从最高法院推翻 《罗伊素韦德案》 民主党人试图以堕胎权 来团结那些担心失去这种权力的选民 以重新激发民主党人的投票活力 第五 共和党选民充满活力 初选结果令共和党人相信 共和党选民渴望投票 在关键的战场州 共和党选民初选投票率超过民主党选民 各种民调也显示 共和党人在11月的投票热情高于民主党人 随着美联储的升息 贷款利息成了买房者必需三思的因素之后 在房市的下跌升中 专家们近日也抛出了跌幅多达20%的预期 据穆迪分析公司的研究 如果美国经济陷入更深的衰退 有183个地区的房价可能大跌多达20% 由于拜登的房疫大撒弊 房价飙升出现了泡沫 目的以地图分析房市开放 显示美国鳳凰城或树城等泡沫市场 房价可能会回落 而且在全美的413个最大地区的房市中 有183个地区的房价 受到高估超过25% 而在西部及阳江地带 房价泡沫化更加厉害 树城被高估了72% 而夏洛特高估66% 德州、奥斯丁、不动产市场 也超过真实价格的61% 洛杉矶、奥兰多、西雅图、 印第安纳、波利斯等城市房价 也高估了30% 优斯顿房价被高估了 约34.5% 而最后一批买家 成了拜登通货膨胀 防止泡沫破灭的最大受害者 目的首席经济学家 尖迪向财星集致表示 他认为全美房价若非持平 就是下跌多达5% 暗示难再上涨 根据目的研究 如果经济陷入更深衰退 全美房价跌幅可能达10% 信平机构维裕 则预测 美房价可能跌15% 而2013年 諾贝尔经济学长得主主席 席勒 则认为 房价很可能跌超过10% 而他曾经 准确预测过 2008年的房市崩盘 好了 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此 多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启点赞和订阅 点赞和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